自古以来 文人雅士都热衷于 与大自然互动为题的山水画作 其中步伐以听权为题的 比如文征明的松下听权图 石涛的听权图 复报石的听权图 和金城的听权图等等 未能进路 阎山先生用写意的手法 和酣畅的笔墨 来创作出自己的听权图 画中远处 只见树木而不见迷雾中的山体 一渡小桥连接着隐于山丘中的一座亭台 山泉从小桥下流过后 分成两只 之前所举的例子 画中人皆在厅之余 同时观赏着水生之园 而阎山先生的画中人 却背着山泉而立 泉水与人物似乎互相担 但实际上如此安排 就是要点出一个厅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